哈囉,我是Amy 哈囉,我是Li 我們是Amya都Li 今天呢,要來講日本老公的壞話喔 壞話 要先從統計先說嗎? 先想一下,因為呢 就是最近做了蠻多結婚、離婚、外遇嘛 所以我就查了一下離婚率 那我本來日本離婚率很高 他們都不離婚這麼高 對,我錯了 因為我的案例這麼的值得矚目 因為是一個真的蠻稀小的案例 就這樣很有勇氣的離掉 日本離婚2019年兩年前是1.69 超低的耶 美國是2.9 台灣是2.3 所以你看台灣還比日本高 台灣還贏了 對 結婚的人也變少 對 不戀愛也不結婚 也不怪 那到底在幹嘛啦 自說 有可能 自己跟自己玩 自己 自己 不是,我是說 就是日本人的生活 你的發言好有問題喔 真的嗎? 對 基本上他們好像 如果要不入婚 還是比較介意保持那個婚姻的本體 婚姻的狀態 對,他們還是要保持那個 我有老公我太太的狀態 這樣子 還有呢,日本是一個男女收入差非常多的國家 只有5%的夫妻是妻子收入較高的 只有5%喔 但是女生收入高 所以美國的夫妻沒有1%的話 是老婆收入較高的 對啊 因為你看日本但是那個管理值的 女生比率非常低 政界的女生比率也非常低 老闆的女生比率也非常低 所以就是女生完全賺不到 屁錢啊 我只有查到 就是全職老婆跟全職老公的時候 全職老婆每天花那約3小時在做家事 可是全職老公只有不到半小時 只有半小時多一點 0.6這樣子 這是什麼 因為隨便做做嗎 0.6是可以做什麼我想想看喔 倒個垃圾 然後把碗盤端過去 曬個衣服 曬個衣服就已經有點困難了吧 曬衣服可能大概要20分鐘 對啊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沒在做事 對 然後大家大概了解一下 就是日本的夫妻的現狀之後 我們就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覺得有三個 爛老公 對 經典案例 經典案例 蠻有代表性的案例 兼大西斯兼大GAPCIS 是用來測試各國之間男女差異的指標 2020年的調查中 日本在153個國家中僅僅排到121名 代表其男女不論在正式地位 社會地位教育程度上都有極大的差異 我沒打師呢 其實 他嫁的時候 他就已經賺得比老公多了 但是他最近呢 就是懷孕 為了要生小孩 所以他首先先休息了半年 然後付出之後 他又受到他自己必須 早上跟晚上都要帶小孩 做家事的限制 所以他的接課時間變很少 再加上CORONA 那他其實現在真的蠻辛苦的 小孩才大概六個月大左右 就是強暴的嬰孩對不對 老公是會帶小孩的 可是家事還是都他做 然後在這個時候老公發燒了 所以這個時間點發燒超可怕的 對啊 因為你想想看萬一CORONA怎麼辦 對啊 好準是還好是陰性 就沒關係 可是 你知道你有沒有覺得日本的男生 只要生病都很煩 很煩 超級煩 真的超煩的 他們很奇怪 他們會覺得生病 就是像那個 那個生活大暴躁的蕭蕭蕭 有人在看PFan Sury嗎 就是 很歡 他一定要你就是照顧他 可是他一定要你覺得他很可憐 對 你這樣怎麼這麼可憐 那你要我幫你幹嘛 你要吃什麼 那我可不可以 我幫你煮粥又不要 什麼的 對 為什麼粥自己 不要吃就好啦 就 定乳部就好 沒有 我以為總言之就是 他就 他就生病了嘛 所以他是覺得老婆應該要 照顧他 對老婆應該對他很溫柔 因為他現在是個病人 然後但是老婆呢 在這個危機的時刻 你居然就這樣倒了 那我 我現在能怎樣 我小孩 我又不能生出另外一個 我自己來帶他 我還要上班啊 然後我的人課 我的狼課在等我啊 欸他真的是 他你可以想到 他還可以有多著急 跟多氣氛 他也會覺得 你在這個時候 就是不好好管理你的身體 身體重 因為日本人就是會覺得 那個感冒是自己沒有管好的責 對 所以老公就生氣了 他就覺得 為什麼你都不 就是溫柔的對待 對啊 發心 然後他居然就 他就跟我的美甲師說 你滾出去 你弟弟 可是問題是那個是 他弟弟的 對那個是我美甲師足的方法 對啊 所有的立場都沒有還這麼兇 對啊 應該是你出去吧 但是我覺得比較 那個上次的才是說 小孩留著 超臉生氣的耶 他就跟我說其實他那個時候 剛好就是 懷孕過後第一次的 第一次來嘛 第一次月經叫做 惡露 我不知道為什麼日本人 對於生理的那個 觀念好差 他到查 他到第一次來 他才發現這件事情很嚴重 他那時候就很痛苦啊 因為惡露很不舒服 然後量又很多 他已經這麼的受苦了 然後他也不能把這個 自己那個 生理不舒服的那件事情 跟他老公分享 因為他老公生病 覺得自己比較不舒服 對 他好討厭 好氣 怎麼辦 好氣 因為我覺得很氣了 而且他還跟我說 就是後來 後來他們當然就很好了 因為他們基本上算是一個 其實他們感情還是很不錯 那他後來在 就是想要請老公幫忙做一些家事的時候 都會有一點 就是 他又被說 對 然後我就覺得 然後我就剛剛分享說 其實台灣男生 當然不是最完美 可是台灣男生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台灣男生很在意 你那是生理型 對 你知道你月經來 然後會很呵護你這樣 電視上節目還會討論說 那月經來的時候 男生到底該怎麼做 才是對的什麼的 對 日本人絕對不會 日本人真的 就連在職場他也不會 女生也不會說 我們真的驚痛 台灣人超常驚痛啊 而且會直接講出來 對 可是日本人真的講得出來 對 對就是對他們 我花了很大的時間 教育英騰這件事情 真的啊 那他好了嗎 他覺得台灣男生真的太厲害了 他會覺得就是他會關注你 是不是不舒服 但是他沒有辦法像台灣男生這樣 就是主動去發現這件事情 那我前夫也是 就是如果你心情不好 他就說你是不是月經 好像沒有被你這樣講 真的嗎 還蠻多的啊 其實所有不好的地方 你一生耶 他好厲害 他反而會覺得說 不是他惹我生氣 是因為我生力氣 所以我自己生氣這樣 唉 不知道我要說什麼 世理世理也可以稱為月經 世理が来 就是那個來了 驚痛是世理姿 金錢政府群是月經 或是PMS 一般日本女生比較不敢 讓人知道自己月經來 更不敢因此而請假 你不覺得日本男生很容易肚子痛嗎 有事沒事就說 在職場遇到肚子痛的男生 就我那塊一代然後就 走了嗎 然後不然就是會遲到 遲到就會說因為 我那塊一代 我前夫好像是蠻吵我那塊一代的 對嗎 然後像比如說考大學的時候 我前夫就有分享過說 他就是念書的時候 爸爸跟各個電視聲音很吵 然後就很生氣這樣子 有什麼好生氣的 然後我就想說 為什麼 憑什麼 就是 又不是你賺錢的家 不過話說回來我還 就是我另外一個前輩 我之前也遇到他 然後他就說我做 我現在住外面 我說啊你 我想 我就把一代婚姻副列這樣 然後結果他說不是 是因為他小孩要考試 就是要考高中還是考大學 我忘了 然後我就想說 為什麼要出 因為他可能有應酬什麼 然後晚上回來會吵到小孩 然後我就覺得 小孩如果這時候考不上就 就是你 就算很安靜也也考不上 真的 我們就是念書的時候 就是自立自強啊 可是真的會這樣欸 因為其實我 我帶狗狗出去 我們去外面就是有一個庭院 家跑跑的時候 然後有一段時間 他們就會跟我說 不要讓狗狗叫 因為隔壁是 然後太常了他們會來看 然後我想說 不過就是狗叫你 因為這個都考不上 你就算考上了 應該也會被惡醫吧 對 沒有惡醫啦 對啦 可能因為他們都生活在一個 過於安靜的地方 對 就是溫室 沒錯 那其實美甲師的老公 是不是還沒有壞到這個程 美甲師的老公很OK 對 他已經在我們的 牧師裡面 算是一個好老公說真的 對 他會帶小孩 對 小孩陣營他會照料 他其實基本上是很OK的 他只是感冒時候 想要耍還吸來任性這樣子 好 但是接下來的兩個人 就比較傻眼一點 對 Feminism Feminism Feminism是女性 所以中文 Feminism也是翻成女性主義者 主要是提倡男女平權的一種政治思想 在日本Feminism跟Feminist 是一個特別容易言上的話題 好 這是粉絲私訊給我 對 然後他老公是四十幾歲的日本男生 我們可以叫他 形勢力男 他就說他老公有一個形勢力 然後他老公是照本宣客 就是一定要照著形勢力生活的一個人 這位日本老公呢 其實就被發現 就老婆呢 會看一下 遊覽履歷 那個搜尋履歷這樣 點睛就發現那個是一個 Soap 的 メルマガ 我覺得我自己看起來好 好 好髒 我覺得妳看起來好正喔 我覺得好像苦三八 苦三八好像更密集一點喔 對 對